好 我們到了鬼神之淵 這盒看來都不明嘛 很氣壁了 應該是鬼神之淵了 根據詹女所說 這圓柱下應該有通道路口 但是究竟哪一個才能通完地界呢 看來得試一試 還要試啊 這邊的話 進入最右邊的樹洞 最右邊的只有 這一個囉 好 我們到了 前方正條通道走竅 落下後便無法回頭 要繼續前進嗎 是 好 我手機好燙 果然回來了 不過這最後 這條路徑咱們是滑下來的 看人家找到其他地面的通道之前 應該是回不了地面的 這裡來著正孩子 但他最要緊之時 最早就逃走九里天村 最余最活去的方法 從可慢慢再商議 嗯,真是難為各位了 這是哪裡 怎麼地上這麼大一面的水晶 這也是靜換台 為了在龐大地界空間中來晚方便 是遠古的九雷昭浪們所設下的純粽陣法 如果踏上這邊水晶 就會直接到幽都 九雷族大多的居住在幽都 我就帶大家去幽都參觀一下吧 誒,換農業操作了 好,換存檔 哇,這個字 啊,是腸荒,劫持,卓智,生腐死 三位是來迎接我的嗎? 嗯,這幽都大門為何關閉不開 幽極榮業 你可置你身犯死罪 什麼?這,這是什麼意思? 你身為九雷優集 竟然將女娲之名帶至遞潛 若非你是九雷舊主的身份 我們定將將你一等 一行行與幻境台明火分滅 我知道九雷女娲一族是世仇 但是,畢竟是三千六百年級之事 更何況,他們是我的朋友 我的恩人 我整人 整人 你哪讓忘了我們為什麼要屈居在這個地界 忘了是誰奪了我們原本生存居住的土地 全九雷竹民都仰纳你帶回九雷天寸之間 將九雷毀去 以解放子民們 你忘了嗎? 我沒忘 我,我從沒敢忘 我剩下的使命不就是這個嗎? 我孤身一人,前往陌生之地 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但是 我們可曾想過 這環省九三因底部的赤燕燕之故 本該是動蕩不安 隱憂重重的 可是我們幽度在此環省九三旁許久 從來不曾發生過任何崩塌震動 如果說這九點真是危害我們之物 為何我們從未來也沒有未曾見過、遭受過 所以說我們生活在這小小的地界空間 無法在廣大的地面上生存 但這沒有九雷族害怕的日照 我們也都生活得很好,不是嗎? 如果一定要回地面 是非給再度遮蔽天幕 那麼女娃族裔可還有生存之地 他們將會比我們更加悲慘 難道這就是我們所樂見的嗎? 但先祖持有 一代脫夢回去九點 這也是事實不是嗎? 我們不得不承認你所言也不無道理 但先祖要我們回去九點的用意又是什麼? 先祖,他恐怕是為了他自己 這是什麼意思? 脫了脫了 柳姐你怎麼受得這麼重的傷? 等等,這不太對 這是 這個該不會是 這個是協魂之系 這個是先祖的協魂之系沒錯 此次仿佛早於三千年前身風 如今絕無任何人能夠施此淨法 這個傷就是因為九一天春劍 柳亦將自己這趟所見所聞 簡要地告訴桑夫子 但他並沒有說出 自己是為了陰千陽擋向那一劍而傷 如此說來 先祖是想借給我們的性命附身 但是這雞尋原是斬殺先祖的元凶 他說的話 真的可信嗎? 當然是幽極悲傷的邪魂之系 卻也是不真的事實啊 這個說法太衝擊了 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幽極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更遭到我們情室商議 在這之前 情宿我們無法難你跟這些 嗯 你的朋友們進入幽度 這口號造成九列之名的不安 我也勸你現在門口的盤石休息 我們商議有了結果後 再來向你禀告 嗯 也好 你們去吧 不要緊吧 農 農業 我不要緊 只是 九里一組的女王組 這個書院急身 但是我不能確定 知道他們究竟會不會接受 如果他們不接受的話 會怎麼樣 我們 包括我們 可能都難逃一死 喔 換蕭霧了 超恐龍 高姑娘 你在想什麼 可以告訴我嗎 蕭大哥 其實在此次 下山一箭之前 師父告訴我 二十個是七殺星托士 命中殺星極強 尤其天命五行屬精 死劍將可出色超絕 若是倒入陣土 可成大將之彩 但也可能不勝成為 遇見邪善 危害眾生 師父 遂將二十個收尾弟子 遇倒了一陣情念 就在回天宣門的歸途上 又遇見我這個父母雙亡的孤兒 師父已算 發現我是七殺星的半星 露存心托士 在二十個的身邊 可化下他的煞性 師父認為這是天意 誰又收養了我 所以你一直認為 你應該一生一世跟在他身邊 是啊 我自小就覺得 自己就該在 一直在二十個身邊 衝不住第二種想法 小大哥 你 是不是覺得我很傻 明明知道二十個喜歡的是龍夜姐姐 可是我卻這樣跟著他 帶給他困擾 我是不是太過死心眼了 高姑娘 你會恨龍夜姑娘嗎 我 我倒是對龍夜姐姐沒什麼恨意 相處久了 我發覺龍夜姐姐 其實很寂寞 但卻又是那麼堅強 雖我們年紀相弱 但是比起他來 我怒怒的多了 坦白說 我覺得二十個與龍夜姐姐很像Pay 可是不知怎麼 我都打從心裡放不下 你不愛二十個 我 我真是沒用 或許我這麼說 你會生氣 在我看來 你只是因為依賴 相處慣了 你不曾將眼光與注意力移到其他人身上 你的眼中心中 生活重心皆以英雄為重 未曾替自己多著想 也未曾留在你身邊 也關心你的人 啊 是這樣的嗎 可是除了師父與師兄弟以外 還有人會關心我嗎 這 怎麼會沒有 我 我們都很關心你不是嗎 我們都是你朋友啊 你忘了嗎 是啊 我怎麼會忘了你們 話說回來 許公子為了龍夜姐姐 龍夜姐姐是為了神劍 疾惡師哥 那小大哥你呢 你不是放棄毒劍了嗎 為什麼還願意跟著我們犯險 我 這個 因為 你救了我 我 啊 小大哥 你別這種小事放在心上 這是我舉手之責 你不必如此 呃 難道 他以為我的意思是想報恩 唉 這也是他善良無心機之處 小大哥 謝謝你關心我 啊 嗯 沒什麼 應該的 怎麼撲倒 英雄在旁邊撲倒什麼 啊 英雄 你累了嗎 不 我只在想一件事 這次換我跟你說 你不介意讓我一個人靜靜吧 當然不介意 你靜靜思考吧 抱歉小兄 啊 嗯 嗯 呃 羅燕姑娘這麼大人 這就是她的國度起營地 你把她拋向我們不見不成 當然不是 我只是見到羅燕姑娘心事重重 眉頭深鎖的樣 心裡頭就莫名的跟著不愉快 而且我 失誤能感受到她的心思 那些念頭 像是畫面浮現在我的眼前 像是聲音回彈在我耳裡 就好像是我自己所思所念一般 是嗎 該不會是你跟羅燕姑娘龍魂之後 自己產生的幻想萬念吧 你看到 聽到些什麼 這 這我並不想說 我想羅燕姑娘 也不想我說出她的心思 不過 我倒希望這些真的是我的幻想萬念 羅燕姑娘 你們酒裡的居民都住在這門裡頭嗎 是啊 就是雞軒營所說 地界哥說說震動不斷 動動不安的 我也還生九山附近之地平靜安寧 出了有一次 哦 地界又在乎嗎 是啊 兩千多年前 有三條不知打哪來的二樓 鑽進地界大肆破壞 吞吃致命 那時我們以為九雷將亡 當時幽姬的夫婿名為漢天 還有珍貴的肥魂鐵 達到了一把利劍 將自己的女兒 也就是下一任的幽姬 交給當時 交給鋼子的符石與張的門後 與自己的妻子幽姬 去到了凌雀坦 幽姬進了凌雀坦之境 以自己的鮮血原魂 原魄 引來朱仙美的血魂 然後漢天 將起龍魂 化身到這把劍上 然後 那這把劍 分別長上這三條惡龍 與冰封凍壁 玄海古道 離魂幽遠 但他也因為在離魂幽遠長上這條龍後 三眾力竭而往 像他們夫婦兩人 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所以才像幼兒教徒了吧 真是個大無畏的英雄 我消互忠心的親輩 那把劍 就像他一路在離魂幽遠 曾經有人去到離魂幽遠 想取回那把劍 這真的除了充滿吞噬生魂的冤獸以外 最重要的是 漢天的英靈 他守著那把劍 沒有人能從他的守護的職業取走 這把生犯 悟光的劍 這僅次於先祖持有當你守著的神劍 成為邪皇霸劍 邪皇霸劍 我想這代表你們九離奋贈不去的精神吧 是啊 九離子民因漢天拯救而生存下來 之後便聚集生存於此地 建立了幽都 以團結九離之民的力量 其實九離之民 大都很手分善良 只是秉手傳承下來的執念 形成勞不可破的觀念 也會以繼承先祖一脈為罪 也就是繼承者 但也不知為何 當他們談起女蛙族而異分填膺之時 我總是生不出這些醜願 或許我正如季宣言所說 我缺少了此脈所持有的 所特有的殺戀吧 農業姑娘 我只是個粗漢 心思並不如曲公子或英雄那麼細密 也不善修嚴 誓詞 但我感覺得到 你跟高姑娘 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女孩兒 謝謝你蕭蓋哥 只是我現下擔心蟑螂們的決定 雖然我責尾九離憂基 但是這沉重的執念 恐怕是難以改變的 如果 真是如此 那也是天命吧 畢竟你都盡力了 三夫子 有一群幽稽 最不起 辛苦上赴死啊 佔道門的決定 怎麼樣 佔道門將派人 前往林雀坦祕場 看看神仙桃制 林雀坦休養升級遺事 是否正如諸位所言 若真是如此 才能夠將還神九上的禁食給你 這也是合理 但對我這些朋友們 佔道門可有意義 至于幽姬你带女娲人主到幽度里最 咱让我们讨论出一个折衷的办法 就是这确认当中 必须有人是你的夫婿 什么夫婿 这是什么意思 是的 唯有你的幽姬的夫婿 才可以拥有九黎规法的祸名 但他必须自观天台 形容血合脉之后 引下凌确坦的混浆 而有半个九黎族的身份 不但如此 他还必须千万离坤幽远 以己之力取得血黄霸剑 以证明他有足够的能力 成为幽姬的夫婿 如此 就有力之名 才会心悦臣服 这 这简直是 如果没有人是你的夫婿 或者他没办法办到的话 那么你的罪事可免 但你的朋友就 无法生理季节了 这 我 怎么 难道这当中没有你属意之人 那么 应该处死也无所会吧 不 我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如果敢伤害他们的话 我就跟他们一块死 容易姐姐 容易姑娘 这个答案 你需要犹豫 我说的对吧 哇 哇 哇 哎呀呀 这个答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你们又来了 又一起看着我做什么 这个答案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吗 是谁有能力去取剑 又肯为农业赴汤蹈火 又是与农业两千三位的人呢 你们怎么全傻住了 难道这样我来说吗 这个人 除了咱们的英雄 难道还有其他人吗 去公子 你 去宿舍 你使得我们吃尽了 不过 你是对的 我 是啊 是啊 我 我怎么算做对的一件事不是吗 这样子 大家就 没什么好犹豫的不是吗 所以我说 这三位一个魔子印出来的老兄 我们的英雄只要去喝什么姜 就去拿把剑 这样就行了吧 呃 是这样没错 那有什么难的 我们英雄 可是天命的御剑人手 什么剑到他手里都服服贴贴的 我们就快去找到那什么和蔓之椅吧 嗯 我们这就去回禀 以一切准备陀上时 我们再来供请诸位 许公子 你为了我忘记你自己的一切 我理应当问你一辈子的 那种业 我能够问你 不要自己 可是长久相守 是靠感情的 不是同情 我忘了有自己 可是我看见你的心 在你的心里 英雄比我重要的多了 我不想以我的付出 想要你在我身边 只要你快乐 我就足够了 至于我的过去 就当作消失了吧 从此过新的未来 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英雄 坦白说 我不太甘心输给你 不过 我却衷心的 祝福你们 二十哥 农业姐姐 我 我也祝福你们 却也让我本来的 不成熟也不懂事 但经过夏刚才的提醒 我想我懂了一些 所以 请不用担心我 别这么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姐妹 可以说些贴心的话 不如 你让我占个便宜 和你一生俊妹可好 当然好 我不是一直 换你罗姨姐姐的吗 其实我早就 教你当作是我的姐姐了 真的吗 谢谢你俊妹 谢谢你曲公子 谢谢你们大家 我必须再说一次 我必须再说一次 饮下魂疆之后 你的荒魂会更致 你当荒魂失控 很可能会变成魔人 如此 你就再也不是一般人了 你等于成了是人非人 是魔非魔 几乎是与精怪同属的生物 如此 你可还愿意 燕大哥 你 不要勉强 我别无选择 我也不想再有其他的选择 如果只有那一刻 我相信 一定有转机的 那么时刻一到 你就赢一下魂疆 招囊们已经准备好 凌空问你事与 东西和蔓之意 嗯 嗯 接下来我们就前往离魂忧元 取得我们的英雄剑 邪魂拔剑 如此才能使得我们久力 子民幸福 我们已经将诸位放上通往离魂忧元的禁食 诸位只要触摸之后 再战上随镜 即可传说到离魂忧元 离魂忧元虽然失魂的冤手凶猛繁多 但真正的难处 是如何从九龄英雄汉星的英零守护下 获得他的认同 而顺利取得邪魂霸剑 若是汉天认为你们是道歉者 你们将男生理他的剑下 线下说这些没用 总之我还是给去这一趟不是吗 刘姬 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们也很为难 没关系的 反正如果这样就有一天尊对上 或许面对的威胁远比邪魂霸剑要大 如果你汉天英雄的考验都过不了 我们何能面对这上古阵战的两大力量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你的气或胆势 却极力令我等的哲服 我等忠心祈愿作为能够平安而轨 多谢 他说触摸金子嘛 然后再去站到那边台子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场景啊 就在生魔之论帐当中有出现过的 你看你看你看看哦 这是那些奇怪的外星人提到的歌词嘛 这张他们称之为唱片的东西 发出五光芒 装集CD改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屁用 好我们看一下哦 就这样完全 多了几个问号 所以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的你知道吗 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啊 好大家都这样子啊 好我们下一集就要前往 前往寻找九龄英雄汉天 找寻先皇霸剑 好那这集大概就这样子啊 好啊 太好了 好啊 好啊